一旦这个学界的偏好你也闹清楚了 根据他们的偏好把文章写好了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投给谁 投论文的问题 投论文无非就是两件事 第一是投给谁 这个方面当然有很多都市传说 其实坦白讲很多都像是恐怖传说或者怪探 我们不可能给同学们讲那些 我们讲一点选择投稿对象的基本方法 最后就是怎么样 就是作者和编者 或者说审稿人之间进行往来的问题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怎么样突破自尊心的问题 所有的作者在写完自己论文的那一刻 都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 我的文章无懈可击 你们可能听说很多老师都会提个建议 就是把这个文章放起码是一个月 什么目的 让自己那个过热的脑子冷下来 能够比较客观的看待自己写的东西 通常一个月以后 你再看就会觉得 哎呀这写的什么呀这是 但起码或者至少你会觉得还是有可修改的余地的 整个的所谓和这个作者和审稿人之间的这个往来 本质上就是一个审稿人不断的否定你的文章 打击你的自信 同时你又要不断的忍受这一切 并且提高你的文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我们就讲大概这么六件事好吧 啊 啊 我还要不断的 我还要不断的 就像你一样的那样的 谢谢观看